好 再来我们看 职场上的恐惧 潜意识的恐惧 互动时会产生什么 会造成这种挫折感 所以有时候 做主管的 你看到你的部署 要做不做的样子 不认真的时候 那你就讲了他几句 他就怎么样 简讯传来告诉你说 我不做了 有没有听过 有没有听过这种例子 很多主管老板 这什么 哪有这样子写辞呈书的 就没要来啊 明天开始不上班了 你们不要学 会来听人讲 不是那样的人好不好 要有礼貌 要有尊重 要负责任 好好的跟他讲说 我因为什么原因怎样 那职场上的 这个潜意识恐惧 我看过有一些例子是这样 小时候他跟姐姐 关系很紧张 爸爸妈妈常讲说 你看啊你姐姐这么好 功课这么好 你看你都不如他 你看啊你每次考试都怎样怎样 所以这个男孩从小对姐姐就很排斥 然后他到职场以后看到一些女性主管 他就看了很 就很刺眼 很不开心 就跟他们会保持距离 以侧安全 这是很可惜的 因为这个时代已经是男女平等平权 共同成长的时代 是不是这样 男生跟女生学 女生跟男生学 大家一起好嘛 一起成长 如果你一直排斥你永远学不到 所以不要把童年的恐惧带到这个时候 职场上还是这样 那也还有一个就是女性在这个时代有一个状况 很害怕太厉害 不要太嗆咖 有没有听过这种话 太嗆咖 问题都是你 我就是水电都我管的那个人 很嗆咖的样子 那意思就是说 如果这样做的时候 往往会在职场上就有问题了 因为很害怕被伸上来做主管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经验 有一段时间的女性 如果主管要把她伸上来 她常常说不用不用不用 我现在小孩还小 以后再说 会不会这样讲 因为以后再讲吧 因为她害怕里外合不来 就是没有办法照应的好 所以这也是一个女性在职场上 她有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自我设限 那慢慢慢慢现在比较好了 比较不会了 因为做就做吧 反正家里有保姆 或者是阿公阿嬷谁来帮忙照顾等等 所以那种害怕会比较好一点 比较少 好 所以这个男女在职场上要不要和平 不要这样打斗 不要类似这样 好我们再往下看 所以要走出什么 潜意识的恐惧 要练习 重点在这里了 来 这句话叫什么 走出潜意识的恐惧 你可能不知道自己 我有什么潜意识恐惧 有吗 可能不太清楚 比如说 有些妈妈 常常小孩子要上学前 她通常讲什么 最常讲那四个字 有没有 路上小心 对不对 再加一个哦 这样好了 五个字 路上小心哦 有没有 这不能讲的 你说为什么不能讲 因为你把你个人潜意识的恐惧放到你的孩子身上 你看他一辈子怎么样有自信 能够自立自强 很难啊 路上小心哦 代表你对他能照顾自己的能力够不够 你觉得他有能力照顾自己吗 你们没有想过这件事吗 以后我们的孩子要走出这个门的时候都要说什么 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来把手拿出来 来来来来 你们刚刚那个脸突然好恐惧 好像说那我都讲错了怎么办 来得及啦 来得及 所以听演讲的好处就在这里 来得及改变 大家不要怕 走出去的人都要说什么 路上小心不要讲 不要讲那个话 要说什么 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祝你开心快乐哦 上课愉快哦 有没有 像我的孙子他们如果要走出去 我都说 祝你们有美好的一天 I love you 然后我一讲I love you 那两个人都讲 好可怕 有一个女人一直每天在跟我说I love you 好可怕 但是我还是给正面的啦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每一天在跟家人的互动 或同事的互动 不知不觉都正在传递负面的潜意识的恐惧 但是我们没有警觉到 所以路上小心 再仔细听一遍 路上小心代表我们对走出去的这个家人 他在路上会不会好好照顾自己 我们有百分之一百的把握吗 没有 会担心嘛 担心他不能照顾自己 还有我们常会说 在上课有没有 上课要认真听哦 不要让老师生你的气有没有 那也是因为我们担心他在教室怎样怎样 那越讲他就越 做不好 他做不到 就好像我一个 对啊会故意啊 我一个学员 老师我的儿子为什么每次都偷鸡摸狗 我说那你 他出门的时候你就讲什么 他说你不要给我去偷鸡摸狗 他就讲对啦 你讲不要偷鸡摸狗 他只听到后面几个字 结果出门就偷那只鸡摸那只狗 就摸啦就偷啦 所以意思就是不要负面的错误暗示 要正面的给 在美国有做保险公司的一个调查 发现出门的时候 老婆如果跟老公hug一下 祝你美好的一天哦 老公的活存力多五年 你要不要让他多活五年 要要说要啊 所以意思就是说 你带着祝福的感觉跟潜意识是能量满满给他 这个人离开你的视线 他会得到你的祝福是很健康快乐的 所以真的要相信这些话 好所以要走出这些恐惧 于是乎我们就需要怎么样 自我成长 像我们今天来就在什么 自我成长 对 让自己再多一点探索 自我关照 再看看关就是关自己的心 关自己的身 关自己的灵 身心灵 你关照他理解他 然后像我昨天小孙子参加救国团的那个中恒队 回来 他就讲了一句话 让我有所touch到 有感觉 他说为什么我参加活动的时候 每个人都把我当大人看 听得懂这句话吗 他在外面人家都很尊重他 是大人在看他 请教他 然后谢谢他等等 那他讲这句话 我马上一个关照出来了 也就是我在家常常看他说 你要不要洗澡了 你那个饭把它吃完吧 那碗收好好吗 你牙齿刷了没 该关机了吧 你知道我意思吧 我都把他当小娃娃在管 所以一个被当小娃娃管的人 他就永远在你的生命里面就是长不大的感觉 他也很懊恼 你也不知不觉 所以昨天他讲的那句话 听懂了 今天开始我练习不再讲那些有的没有的话 这样知道吧 我现在开始讲没有的没有的没有的话 改变嘛改变嘛 有关照你就会改变 然后你就会自我接纳 我们的生命最重要是要自我接纳 生命到最后最重要就是学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在教育我们的孩子 也是教他能够自我接纳 喜欢自己 爱自己 肯定自己 好 所以潜意识如果没有自我接纳 如果没有自我接纳 很容易被人家一句话什么 影响 恐惧就容易什么 产生 所以有时候你有沒有发现 同事讲了什么话 或者人家眼神怎么样 或者人家约去哪里 没邀你 等等 你都会怎么样 不好受 那就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自我接纳 那假设我们能够有自我接纳 人家怎么说怎么做 你比较不会受影响 所以来你看下一个 所以潜意识有百分之百的自我接纳 你就会有富足的什么 爱 你就没有缺爱的现象 你有满满的能量的爱 你百分之百自我接纳 你的潜意识里面 内外合一 你的内在很强大 外面也很不错 所以我就要问各位 你有百分之一百 自我接纳的人请举手 我看看有多少位 百分之百 就是相信自己 肯定自己 很爱自己 然后关照自己 成长自己的 没变的 我应该也有 我是花了好多年才成长出来的 所以我们都是这样 那百分之九十的举手 九十的 有了有了有开始来了好 八十的八十的八十的 有了有了 七十的七十的七十的 六十的六十的六十的 六十的好 五十的 五十 这位帅哥你怎么会那么少 那个帅哥说他自己只有五十 接纳自己呢 这个等一下我看有没有时间好好关心你一下 什么只有五十 怎么可能 我们感觉一表领栽 各方面条件都很好 看起来很不错 等一下来关心你 好 所以一个人 那个刚刚都没有举手的 都很客气 反正都百分之一千以上 才会没有举手 那也恭喜大家 那如果真的还不够 我们就成长嘛 就靠成长 来了解自己 接纳自己 然后在团体中 来创造自己的自我价值感 让自己感觉自己是不错的 我们看哦 所以我们要看到自己的什么 好 看到自己的什么 不一样 也看到自己有能力改变 看到没有 这句话好重要 什么 有能力改变 大声一点讲来 有能力改变 我们有没有能力改变 有 绝对有的 有一个爸爸 我就要讲这个爸爸 你要知道 我一直在讲亲子教育时候都会强调 爸爸对一个儿子的成长重不重要 很重要 尤其小时候 三年级以后 跟爸爸的互动 正在影响他一辈子 台中有个爸爸就做得真的很好 他就是从小跟孩子一起骑脚踏车 看电影 参观博物馆之类 反正一起成长 那这种事情到孩子成长过程 他就自我认定 自我接纳度就高 工作的时候 有一天他就说 老爸 我想把工作辞掉 爸爸说 你觉得你的老板 他所会的 你有跟他学够了吗 好像不够 那老爸说 那如果这样 你是不是还要再等一下下啊 这样知道吧 这个爸爸跟儿子的互动 没有说 你把我洗头了 你把我洗看看 你怎么可以辞掉工作 现在投入这么不好找 你怎么可以 他没有马上批评他 而是用问句好好的关心他 然后过了又一段时间以后 这个儿子又来问爸爸 爸爸 这个公司有A主管 要被派到大陆去三个月 老板说要另外再请一个人 也很麻烦 所以他商量 请我 代理这个 他的团队的主管 那我的团队 我还是照样带 就是我兼着做 三个月就好 可是我觉得 我想要 告诉他不要这样做 我不想这样 承担这个责任 这爸爸就说 人家有需要的时候 你一定要能够为他着想 那他有这样安排 一定是很看重你 你要不要重新考虑 你看这爸爸讲话都这样 你要不要自己想一下 所以 引导这个儿子 重新再思考说 原来我可以 再重新考虑 结果后来就帮忙A主管 然后就两边肩 三个月后 老板包了一个 24万的红包 给他的儿子 他儿子好高兴 他没想到 老爸老爸 我们去欧洲玩 你要去哪个国家 有你选 有你挑 你要去哪里 说 爸爸说 我们高兴一个晚上就好 明天还是好好工作吧 你看这爸爸多么有智慧 这个世界 这个时代 这个社会 很需要多一点 类似这样的爸爸 稳定儿子的心 稳定儿子的感受 刚才是知道的 做什么 都有 权子的心 似乎 稳定儿子的心